欢迎给您的早上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正好 在本期视频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 也是看一个案例分析 我想去沃顿 这个是一个这周我跟学生聊的一个话题 这个学生有志向 这个学生我说你到时候申请 这是个非常小的孩子呀 他是个高中生 高中生17岁 18岁差不多吧 可能还没成年呢 我跟他交流的时候 他妈妈坐在旁边 我跟他交流的时候 你以后有什么小生的大学 他说我想去沃顿 哎呀我这有志向啊 真的有志向啊 在每年这些美国顶尖的这些商学里面 美国每年有将近30万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这30万里面大概有30%到40%的学生是学商的 那也大概有10万人 可能还多数了 可能八九万人 这八九万的学生里面 能有几个在沃顿 能有几个在Stanford 能有几个在MIT的 能有几个在芝加哥的BOOST 没有几个 大多数的孩子啊 留学生 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留学生的孩子 大部分的留学生都是比如在UIC啊 小米分校啊 南加大呀 华盛顿大学啊 包括生物医师华盛顿 我说的商学院这些的大家都普普通通的孩子三四十名的商学院 好点到二十多名的商学院 有几个能在前五的商学院里面 不多 真的不多 每年加起来能录几百人 对比三十万留学生 你瞎瞎都软了 所以说大家嘴上可能都想着说 我要去斯坦佛 我要去沃顿 我要去哈佛 我要去什么的 但是这种几个人能去 没有几个人能去 没有几个人 这种悲哀的事实 如果大家都能去了 那些名校就不叫名校 不是吗 对吧 但是我在这周跟那个学生聊 这是个十七岁 十八岁的孩子啊 一个女儿 她是个女孩子 我说你最想去到哪个大学 去哪了 她没有一点点的不好意思 她也没有一点点的谦虚 她可能也不懂什么叫做谦虚 或者什么叫内敛 是孩子的本性啊 孩子的天性啊 你想像我们社会里面教人的虚假的谦虚 虚假的科技 不都是我们做人说你这个人很社会 你知道怎么谦虚 你知道怎么来事 对吧 中国的文化 但这个女孩子一脸清纯的 一脸一脸无辜的 或者说一脸 当然那一瞬间让我觉得 这个女孩子一号成人才 这个女孩子张嘴就是 我说你想去哪个大学 毫不犹豫 我要去卧盾 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 哇真的是 人才啊 有志向 真的有志向 咱不说他最后能不能去卧盾 真的是有志向 我们来一会儿看看这个学生的案例 他说这是他跟我助理聊天的一个聊天的记录 他没给我发邮件 他跟助理聊了 我跟我助理拿过来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看 我们一块来听的这个案例 他说你好 吹嘴老师 但是我的助理 在网上看过很多张老师 关于留学方面的视频 感觉很专业 很受益 谢谢老师的无私的分享 不用客气 你看你这是中国人那一套吧 中国人的文化 谦虚啊 客气啊 礼貌啊 等等的 这什么叫文化啊 我在这期视频 跟大家唠一句这个 什么叫什么叫文化 文化是你的行为 被在你的社会群体里面 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行为 你比如说在美国 你穿个比基尼 大街上 在埃尔宗呢 穿个那种运动的伤 露个肚子 露个大腿 在大街上走 别人看我觉得无所谓 你不就是很正常吗 在埃尔宗那么热的地方 但你在中国你穿个比基尼 你看有没有人没关你 就是你的行为 被社会的群体里面 大多数人所接受 比如说 那你说 说完美国在说 中国现象 比如说 你过年的时候 小的时候 跟父母押个红包 跪下磕个头 图个吉祥吗 给父母磕个头 跪下有什么不好 你在美国有这个现象吗 没有 什么叫文化 什么叫传统 什么叫文化 就是你的行为 被这个社会 大多数人的社会标准 价值观所接受 所以你看他的课题 比如说 在赵老师 感觉很多很受益 信息的老师 这种课题 就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体系 美国人就很少 就有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点 有个问题 想请教老师 你看 他们管我叫老师 这也是一种中国文化 美国人一般都叫first name 在大学里面 没有人会叫什么teacher 什么是 比如这个老师叫 Matthew 没有人会叫teacherMatthew的 没有 他就叫first name 就是姓 就是Matthew 有些中国人 你他妈不尊重 文化不一样而已 他们就是叫first name 叫姓 有些会叫一个professor教授 对吧 他有教授 有些问题想请教老师 美本商学院是不是比大优的文理学院经济系申请难度大一些 也就是说美国的本科的商学院是不是比大学的文理学院的经济学难一点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不是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下卡住 我当时跟他咨询一下卡住 就很多的商学院 很多美国在 什么叫 首先他说什么叫商学院呀 什么叫学院呀 学院 跟大学的关系是一个大学里面可以包含很多学院比如说工程学院 比如说人文学院比如说商业学院所以我们简称叫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我们管称的很多现在也在模糊这个概念就管理学院和商学院我们管它叫商学院 商学院是说是在大学里面的一般大学的学院是针对研究生所开设的 因为本科是个基础教育啊 但有些人说你这话说的不对 我是对的 我不接受反驳你可以反驳我但是我说的是对的 学院往往是针对研究生的 很多的美国的大学是本科是没有开设商学院的 我老看德文说的相声 这可能在海外华人最大一个乐趣了 说相声的是你爸爸你爸爸是说相声的你不能说相声的全是你爸爸吧 你话不能倒过来说吧 有些人就拿我的话说了我说商学院是针对主要是针对研究生的 有些人找个例 你还不用找个例 我告诉你一半一半现在甚至一半多了 百分之六七十的商学院在本科开设商科 是事实 但是有些很好的商学院 很顶尖的商学 在本科没有开设商学 就咱们随便举个例子他们一般开设经济学院比如哥伦比亚大学 哥伦比亚University 当然本科有一个合作的一个经济学的项目 或者商业的项目 在比如说 UC的加东那边的包括UC的那个 Anderson UCLA的Anderson Anderson管理学 这也是都领先的商学院吗 本科没有 这经济学像包括UC很多大学 其实本科都是经济学 没有上学 包括UC San Diego 不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反过来 像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igan大学 ROTS 本科项目开的数一数二 上学就 非常的好 所以这是 首先 他这句话说的是本科的商学院 美国商学本科 是不是比本科的经济学更难申请 直录的话 商学院其实很少存在直录 大家如果跟着我一期期视频走下的话 往往是 30%是有直录的 70%都是大学直接录取的 是你先录取到这个大学里面 读完大一大二以后 你往往 商学院会给你 在本校的商学院 如果开设本科的话 首先我们 前提是 大学里面开设本科了 商学院了 那他会给你一些 比如说两门会计学 两门经济学 微光宏观 两门会计 Personal accounting Manager accounting 然后两门数学 一门是Calculus 一门是Statistic 对吧 还有两门英语 写作可能 一个是科目自身晚课 一个是科目自身 就first year writing and second year writing 他会给这一年写作 第二年写作 他会给你这些课程 你上好了 你上的时候 大学的商学院到大三以后 或者大二下 他会说 你这个学生 我很懂商科 你商业学的不错 尤其经济学学的很好 来吧 进来商学吧 因为美国商学院 竞争是最级别 一个商学院一个工程学院 在美国本科和研究生 都是竞争最级别 因为一个挣钱 一个是现在科技 这是开商学院的钱 你如果很多大学本科就不开 商学院的 那你就只有去经济学的 只有去学经济学 所以不存在什么难进 不难进 那都是借口 那都是国内有些中介的借口 不存在 你有开设你就直接升 或者直接升他们大学之后 到大二再进商学 但是我主观性的认为 如果你未来想读商科的研究生的话 你本科从一个正统的商学院四年 商科毕业 我觉得你是要占优势的 道理很简单 如果我一个 比如两个学生 一个小A同学 一个小B同学 小A同学是从 Universal of Michigan 4年 密西哥大学 4年上科毕业的 小B同学是从 UC San Diego 圣地亚哥 本科没有商学院毕业 他是经济学毕业的 同样 小A同学和小B同学同样申请 咱们找一个好的 咱们找一个差不多的大学 比如华盛顿大学 Universal of Washington Foster 我如果是商学 赵生官的话 我一定 我觉得 是我的主观 我的经验来看 这东西 不存在 阴谋论 也不存在 这只是我这么多年 行业经验来看 我觉得 赵生官肯定会偏向于 更加的喜欢那个商科的本身的 学生的不光是本身的GPA的难度 卡的更高一点 同样商学院本科如果开着商学院的话 里面会有一些商学院学生 所有的经历 比如说 全球的交换项目 是不是对于商科人才培养非常重要 比如说你的one tier 你的志愿者的经历 包括你参加的社团 这些多商学院能够带来的 附加的价值 如果你本科是学经济学的话 你要自主去找 包括还有到从实习 角度来说也是同样道理 所以如果你本科 四年你如果想未来就是想成为商业的人才 未来你就想去沃顿 未来就想去顶尖的商学院的话 我依旧觉得你本科四年 如果是从商学院毕业的话 更加具有 叫comparable advantages 相对 比较性的竞争优势 这是我个人经验 我没法考证我的个人经验 你没想喷喷也可以 因为我这话可能让很多在本科学经济学的 学生 不舒服了 但是这就是 这是我的经验所在因为你毕竟 你经济学是属于社会科学 毕竟经济学属于 人文科学 你看他是文理学员 好吧 而且本科的商科也分为BSBA和BBA的学历 你如果没有商学你怎么开BBA的学历 如果经济如果GBA不太高可以先申请经济学 大而努力转到本校或者他校的商学 这样是不是成功概率大一点 我后来跟他聊一下这个孩子GBA3.7 足够了呀 3.7申请商卷一点位影都没有 对吧 然后大而转学确实是一个概率会更高的一些的行为 美国的转学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性战略性的一个过程 就是如果你大学你凭本身的ICT ACT或者高中成绩 你可能申请的或者托福亚斯成绩 你可能申请的是稍微比如说4-5-11的商学 你你因为上因为本科的大学4年是基础型教育 你上完基础型教育以后 你可以直接大一大上完基础教育以后 一般就是你有两次机会一直大一下第二大二上和大二下 你可以通过大二上和大二下去转 你也要达到semester制的45个学分 以上一般是你就可以进行转学 而转学进入好学生的概率是明显高于直升好学校的上学生的概率 这确实是个科幻事实 有些人说那为什么这不公平 其实是这样 因为你要对美国教育理解 你要听国立中学忽悠那我就没什么可说了 但是你要像我在美国生活十几年的人 你 美国的教育是这样的 他愿意 美国有一个英文单词叫做proven records 你要有证 你要有一个可以证明你自己的一个记录 而证明自己的记录就像我把他说 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大学里面 你大一的时候 你经济学 比如微观宏观 或者数学两门数学 calculate和statistics 两门英语 这些课都学到a的话 或者a减 我觉得你一定能很容易转学进到 前二十的上学 因为你通因为前二十三年通过 看到在美国 ACSB同样认证的商学的大学教育里面 你前两年在其他大学能够学得非常优秀的话 证明你有这个学习的能力 你既然其他大学已经帮我 对于这个学生来说试过这滩水了 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人才还是你这个傻子 你既然你有一个能力来证明自己的 那我为什么我作为我不减得减得便宜呢 因为大学教育就好学 有些人说那这个战略很好 这个战略是很好 我激动一下这个战略是很好 但是重点在于你有没有 这个能力让我敬你 是条汉子 我跟我美国 每年带两个转学的学生 我一直都说这话 你别觉得我刚才说这些课好 经济学 微观 宏观 汉市民的很多小伙伴都商业学生 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 经济学 微观 经济学 宏观 经济学 是打了多少留学生 作为商科留学生的 一巴掌 一个下马威 微观 经济 宏观 经济学 是你们作为非商业学生 或者说是玉修商科的学生 进入大学先学了跟两门最跟商业有关起的课 或者跟经济最有关起的课 一个是微观 一个宏观 这两门课程不是你努力就能学会的 是要有天赋 对市场有一定了解 对经济学理论有一定了解的 你能修到A吗 我看很多 往往我看我之前的学生 包括很多学生都拿了个B 拿了B了 你就跟很多领先大学商业基本上无缘了 所以我经济市场汉斯 你能学好命运 记住了 命运永远把控在你手里 你两门经济学 两门数学 两门英语 你能都求到A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你要转到顶尖上学里面 你还小这个孩子 他17岁18岁年刚刚步入大学 你的英语教的能力是个问题 你的性格是个问题 我跟那个孩子交流 这个孩子整体上的我跟他聊交流 都是典型的中国学生 我说话 他不说 他只听着 这样不对 因为在美国 我说什么 我不是你的老师 我是你的朋友 你把我看成你的朋友 中国不会有句话吗 一师一营 咱们能正常的交流 你愿意说话 愿意表达自己 这一点是培养商科人才最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我的学生 都要跟他们一块待 72个小时或36个小时 就在这 我们要交流 不交流 我不是填鸭式的来教育 我不认为这样的教育是对的 我跟我自己的执着和理念 所以 直接转到 如果你通过你自己的实践的能力 你把你之前那些课程上好 你当然转学 没有问题 你可以到时候再来找我 你带着你的成绩来找我 我当时也跟他说 我说我真的佩服你 做一个17岁的女孩子 18岁女孩子 你能张嘴说你能进卧顿 你本科也许进卧顿 可能概率不高 你修的再好可能都概率不高 或者我不知道 我好像过程都不接受转学生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不太了解 但是你如果 就像你说的 你愿意努力 你把这六到八门课都修到A 我觉得你申请N1U 你申请Midget 你申请包括UWFOS很好的商榷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基本上稳误 或者目前先是他接着说 他说或者目前先先学经济学研究中再升 再升上线 我刚才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 主观的认为你如果本科是个商榷毕业的学生的话 在申请研究生的时候你是有优势的 相比于本科学经济学 因为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或者说是 在文理学院里他确实不在商榷 但是你总觉得没有直接本科读商榷好 你觉得对了 你觉得真是对了 你应该本科直接读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到底是你到底是不是跟这种描红着我一句话 你到底是不是本科是商榷一路走完的学生 商榷时间性强 聚率高 不浪费时间 确实是 所以你转学是个非常优秀的专业 而转学你应该大一就开始准备你上的每一门课程都是对的 大家记住了你们去问你们学校的顾问 从顾问的角度 我也跟这个学生说从顾问角度 顾问是给学校工作的你觉得从顾问的角度他是希望你留在本校还是希望你转走去别的学校 把你当成一个踏板 这事就跟谈恋爱是一样的 我作为学校顾问我会觉得我平时会被别人在培养女朋友 或者从女生角度我为什么在在为他未来结婚的男朋友 在培养培养男人呢 我为什么要被让被别人当成个踏板踩在脚底下呢 所以你的顾问往往不是站在你的你的价值观上面 你的顾问是把你留在本校 多挣你的学费 但是你作为转学生 你的角度是我去更好的名校 你是在利用别人 说了就很直白 事实啊 他说现在他说他是家长孩子已经 孩子9月就高三了 然后现在正在准备文书和择项 你可以你可以把你这个 选择大学的名单拿过好看 对于经济学和商科感兴趣 托福98托福差两分 你要知道100是个分税领 你要能修到托福100 那很好 对吧 没有SAT准备5月份考三文AP 估计申请用不上 我就不说其他的问题了反正我每年带10个学生 然后 两个学生是转学的 5个是申请研究生的 然后三个是MBA的或者是三个转学两个MBA 看我看我能不能挑得上人才 今年10个学生我已经从6月份开始招生已经招了 9个学生了 到现在为止进来跟我交流的可能只有150个到200个学生了 我才 筛出来了10个学生 所以我是有我的自己的 我是有我自己的门槛的 不是我对教育的理解是我宁愿每年带好10个学生 我也不会说大锅猪饺子去 去去去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还愿意多招学多挣钱 但我现在理解 人死的那一天一分钱都带不走 挣钱没什么意义 这可能就是在美国在中国的价值观不一样 我还是希望能真正把学生带好有意义带有意义的学生 如果20年能带200个或者500个学生 我有一天在20年后能够 有一个大礼堂把所有学生都够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跟每个学生陪伴了 一年两年的时间他们一定会 大家一定会很有话题的 在一年两年我带学生 每个学生 成为我的学生都会带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 在这过程中我们分享了太多的欢乐 还有痛苦 基本上99%以上 99%以上 99%以上学生在我面前都哭过 因为在美国带着学生找工作 申请大学 是个很艰难的过程 而且我推的学生非常的狠 我会让他们每周去读书 我会让他们每周去写东西 可是我依旧我带我带出来的人才 在世界上各大的顶尖的公司里面进行工作 我很兴奋 好吧 后面是我学的时候 Hire for School Fiber College 总结总结 刚才这个阿蒂吧 我真的 你有想法 你做一个十几岁十七八岁的孩子一个高中生你想去沃顿 我当时就说我真的是敬佩你 去 证明给我看 我推了你你证明给我看 你证明到研究生你证明去沃顿 记住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我知道这个孩子叫什么 我记住了你你进到沃顿那一天 证明给我看 你需要的是得到的鼓励 本科先去不管你本科直接升上学院和经济学院没太大影响 但大二的时候一定要当作一个跳板 转移一个顶尖的上学院里面 大三的时候去拿一个实习 大四的时候去拿一个实习的 工作两年 然后读个硕士 再读SGM 再工作两年 这不就累积的工作时间就够了 然后去读个MBA 有一天我希望你能站到沃顿的 毕业 典礼生 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说 Han I graduated for 沃顿 我从沃顿毕业了 好吧 加油 以上就是今天的个case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